哇~~ 他還有一隻寶劍 不能出國,我們來到了 藏在台中的小京都 他們說在東海大學旁邊 這邊有一區叫東海藝術街 這一次我們要拍一系列的 母親節行程帶媽媽出來吃飯 那這一次我們來這邊,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的職責是介紹美食 所以我也挑了一根美食 牛排、雞排、豬排、魚排 所以我們來疊一下 你們看,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看起來很像外觀很像小京都的茶道 就是喝茶,他教人家喝茶的 那我把它拍成一系列的行程 那你們如果台中都逛遍了 你們也可以來這邊試試看東海藝術街 而且他這真的是很便宜 炸物吃到飽,要39塊 我媽媽變網美 你們現在來到京都還是峇里島 媽媽 媽媽 德國人的香腸 喔,哇!好開心喔 對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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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劍是湯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特瑞克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來到了 不能出國 我們來到了藏在台中的小京都 你有拍你 你要說要拍你喔 這個是GoPro不用開 哇你看你看我姐超棒的 還幫我確認一下麥克風有沒有開 我那個網路看是說 藏在台中的一個小京都 我一直在想說到底在哪裡 沒看過 他們說在東海大學旁邊 這邊有一區叫東海藝術街 那我想說 這一次我們要拍一系列的 母親節精神帶媽媽出來吃飯 那這一次我們來這邊 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的職責是介紹美食 所以我也挑了一格美食 是它是那種 牛排 雞排 豬排 魚排 豬排 豬排 疊上去 給你們看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看起來很像外觀很像小京都的茶道 就是喝茶他教人家喝茶的 那我把它拍成一系列的行程 那你們如果到時候如果 台中都逛片了 你們也可以來這邊試試看東海藝術街 走 好 我們找到了 我覺得那條街是 真的蠻像日本設計的那種街道的感覺 晚上應該會超級漂亮 我們到了第一站 我們的主夜吃的 這邊東海很多人推薦的一個 牛排館 這一間 到囉到囉 阿蘭 阿蘭貝爾 可以大家看喔 這次我們就點這一個 6坪加起司的這個 而且它真的是很便宜 炸物吃到飽 只要39塊加價39塊 就有這個 欸這個叫什麼 豬血糕 雞塊 雞米花 薯條 炸水餃 吃到飽 這個可以一直吃吃到飽 對 然後我看一下它裡面有這個 薯條很辣 然後甜不辣 還有這個炸水餃 炸水餃 還有炸米血 還有炸米血 很燙 還有雞塊 喔 還有雞柳耶 然後還有雞塊 欸 光這樣是39塊 欸 不是單點39 可是吃到飽加39塊 無限吃 好爽喔 所以我覺得它的薯條不是普通薯條 它是那種整塊的然後切片這樣 喔 好脆喔 它薯條好好吃喔 感覺有薯條水分也沒在 嗯 喔 它好好吃喔 欸 我不管它薯條很好吃喔 所以我可以點最便宜的排餐加39塊 可以 可以 你這樣會讓老闆倒很快 吃吃看它的這個什麼 它叫什麼 它叫什麼 一起蝦餃 一起蝦餃 對 裡面有包蝦 嗯 肉很多耶 還好 什麼 哇 哇 它還有一隻寶劍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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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來數一下好不好 它這個是什麼 洋蔥 青 紅椒 然後這骰子牛 然後這是 這是蝦 然後這個是 烤Q 有的是香腸 它超級大香腸 這是外國人的Size 你看它還噴出白白的東西 我媽好開心喔 聽到這個就好開心 我都搞不懂 然後這個是牛排 然後底下還有雞排 哇 超多的 媽媽聽到外國人的香腸 它就很開心 你要重合吃什麼 對啊 喔喔喔喔喔 它的劍是湯的 它這上面有點像牛腩 牛腩肉拿去烤 喔 然後油脂很夠 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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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透Q 大透Q 媽媽 媽媽 你不要吵 德國人的香腸 哇 好開心喔 然後還有 它牛排也很大塊耶 它真的是跟你的臉一樣大 對啊 哇 你有看到它的雞腿嗎 哈哈哈哈 多大塊了 啊 太重了 699 超便宜的 這個可以三個人吧 699 吃吃看它牛排 它牛排看起來就是很嫩很嫩的感覺 很嫩 而且 牛肉的味道是有的 它有很多是 牛肉是嫩但是沒有味道 它是有牛的味道 哈哈哈哈 又好開心 不要被老闆罵 哈哈 它雞排 你看這個雞排 可以 這個真的超強的 對啊 它加上底下那個起司醬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種店你不要以為 我們有 菲力以外 我們有松露醬 喔 裡面還是粉色的 喔 超爽的 哇 抹松露醬在上面耶 吃吃吃 哇 要跳舞是不是 松露海 加一點蒜酥 然後再加一點松露 喔 這個不酥那個 我沒有誇獎 因為它加了松露 它不吃 不酥那種 2000多塊的松露牛排 這好好吃喔 而且它肉質是好的耶 它肉質這個不是醃過的 它這個是什麼菲力吧 它這個肉質是超好的耶 這好好吃喔 媽媽妳的素食 這邊是 蔬食也有燉飯 謝謝 我以為妳在跟我講話 妳剛才說什麼 好吃 被我媽說好吃的 代表這個素食是同過的考驗 她超挑 她超挑 然後我覺得 東海藝術街 我以前不熟 後來我剛才也看一下 它其實就整條街 其實它有很多那種藝術小店 那你可以來這邊挖寶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兩個來 逛一下 它整個街道你注意看 它其實弄得很像是那種日本的那種街道對不對 就是乾乾淨淨的 然後它旁邊就是這些 你看 藝術小店 這邊其實蠻好拍照 它有幾個巷弄都可以拍照 I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 I said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Cause it's my lazy day Just want a lazy one 你看這邊真的這樣子看起來很像日本齁 像日本的公車廳 它裡面有一個那個 這是春水堂 很像日本日式的春水堂 這是整個藝術街裡面 第一間開藝術品的 然後是做手工的 喜歡 喜歡 它是裡面這邊中空一個琉璃 然後上面這邊中空是裝飲料的 對啊 這杯子好漂亮 對 很少看到這種齁 很少 因為它都是外銷 它這個都是外銷 老闆你們的店聽說是第一間對不對 就是在這邊開的第一間嘛 然後跟隔壁是波子老闆是第二間 對不對 很棒 很適合真的帶媽媽來這邊挖寶 真的是很適合 等一下 怎麼那麼可愛 好多隻喔 好多隻喔 好多隻 好多隻 好多隻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隻欸 對啊 好厚喔 嗯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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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在哈氣 我們現在來帶媽媽來 喝茶 泡茶泡茶 泡茶泡茶 我們到了一些茶藝館 外館 外館很京都欸 只是我不知道他的 是他按門鈴是不是 欸你是公關是不是 所以他這個是打個比方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人 他們很珍貴的 陶瓷 陶瓷 陶瓷氣汙 如果有破損的話 也是可以來這邊給師傅做修補 OK 欸我覺得一進來就整個 真的超級古時候 跟外面的世界完全不相同 媽媽妳的那個 古時候的那個 中藥的那個 這個好早咯 對不對 這個比以前 咸的還要早 這很早期的 很早期的 很早期的 你可以聞看看喔 這是什麼 日曬的果酥茶 哇 好濃的 很濃的 很像那個 Davy Day 然後又濃郁了好幾倍的那種味道 等一下媽媽妳要等一下啊 等我完美 我畫鏡頭還沒準備好 太急了 太急了有沒有 對啊 剛剛要把茶弄得像香檳一樣 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 喝喝喝 那這個是 一個英國主廚她來台灣 那她在台灣定局 那她手藝廚藝都非常的好 熱情 哇然後你看她戶外 她的戶外是有一個這樣子的造景 可以在這邊喝茶耶 超舒服的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很漂亮 我覺得如果阿嬤還在 她來一定會很開心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就是他們那個年代的 那個日式的那一種 對不對 很漂亮 很舒服喔 哇 哇 鮮米 就是那個榻榻米嘛 對不對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哇你看我媽媽媽變網美啊 對 我幫妳拍一張 很舒服啦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台北基本上沒有這種地方 就是她有戶外 然後她也有室內的榻榻米 喔我有看到右下角有血跡耶 蛤 左耶 對對我就是要神呼吸器 那妳要怎麼拿嘛 要這樣子夾住 然後這樣 蛤 她剛才下的那一步棋 她剛才下的那一步棋 居然阻斷了我右上角的斷 然後聽不懂 完全聽不懂 她在講什麼 然後就覺得很豐富 我們要來看一下 世外桃園 世外桃園 妳 還可以自己在那邊種花耶 你看她這樣還可以 這邊有一個自己種的花 妳們現在來到京都還是峇里島 這邊這樣看起來像京都 欸我們這邊峇里島 欸京都 欸峇里島 她活動結束就是會配一個茶球 然後用包裝包起來 然後再給妳一個這個蜂蜜 灑灑 灑灑蜜 她這樣一整套的 所以媽媽這一個是 他們這一次母親節一整套 就是 妳的花 然後還有這個 對 蠻適合的啦 就是假日的話 安安靜靜的來這邊 好走吧 來來來 今天我們媽媽的早上的行程到這邊 東海藝術街一整套的行程 資料的話我會放在影片底下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